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7月23日的星期四 大家好 早晨 這是一個早上的節目 經過了一天的寬天起地之後 我們也要跟大家說說 英國政府剛剛在昨天 正式宣佈 英國國民 英國國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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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居住30個月 期後再續期30個月 即是兩年半 簡單來說可以拿30個月的 並不是一次過拿5年 申請人 遞交申請時 無須出示有效的護照 就算護照已經過期 遺失也不用補領 要省錢 同時承諾在適當時學習英語 並要領取由內政部許可的診所發出的 廢結核測試證書 其實簡單來說 第一件事就是 大家之前拼命在 逐個BNO 是不需要的 原來大家有一本舊的BNO 可能很多年會逐個期 理論上已經是 一樣是可以申請的 其實大家一窩蜂地 逐BNO 聽說英國內政部已經有40多萬份申請 所以現在 完全是在這裏 出不了的 其實 網友幫我做了一個節落 他幫我分開了12點 不如我逐個逐個跟大家說吧 這個重點整理 可以在網上申請一次性的五年visa 或者逐期的30個月visa 剛才說了 2021年1月1日正式申請 申請人 須為香港居民 可用身份證做證明 第四 沒有英語要求 但如果五年後想取得PR 就要證明英語能力 第五 須叫付visa的費用 這個 另外一個網友 給了我們 好像 總共有8000磅左右 如果一個家庭 即是visa 即是費用 六年 加起來的費用 六百多磅 624磅 有迷之聲 亂入 然後 然後 就算沒有持有BNO護照 只要有BNOState的人都可以入境 即是資格 只可以在英國居住工作及讀書 當然了 入到英國居住在美國居住工作 不可能發生 當然了 這是重點 第十 不能獲取任何公共福利 如失業金或房屋津貼 但付費後可使用免費的醫療服務 第十一 可以帶未成年的子女前往 十二 因應個案情況 可能批准九七後出生 但以成年的伴侶或家人 一同前往 那麽就要 establish那個 超過18歲的子女 就是 Dependent 還是你養著她的 例如我有一個19歲20歲的子女 我現在 供養著她的 還在讀書 這個情況 他也容許 他也容許可以申請 也挺好 也挺寬鬆 關於 BNO 很多人都很關心 關心她的問題 關於財務要求 要證明你們 移民的人 至少有能力 在英國 6個月 逗留的財政能力 簡單來說 你要拿 銀行的Bank Statement 簡單來說就是要檢查你有沒有錢 你有能力在英國 逗留6個月 你不要說一來到就沒有錢 就要問政府拿 別人一定不肯 這就是英國 跟所有政府 最害怕的 一件事 簡單來說就是怕你沒有錢來拿福利 因為其實英國的福利是很好的 當然 如果要計算一下 你會發現 簽證 如果兩夫妻就可能要有6萬多磅 最少 四人家庭就可能要有7萬多磅 大概有76萬港元 其實就不夠了 實際上要在 等於逗留6年 其實如果真的零收入 就是不可以的 70多萬不可能給你花6年 他就不一定要要求你要有一份 長工 首先你現在 根本就不在英國 你不會無端端有份 長工在英國 要求你如果你有其他資產 例如你有退休金 或者你有那些基金 即是會產生收入的 其實他也會計算的 他也會要求你披露給他聽 這件事 他那個真正的Document Announcement的Pause是很長的 是英文來的 所以裏面的字眼 你真的要慢慢去 嘴咀 才知道要說什麼 他現在公佈了的細節 說明年一月開始實施 但是申請 好像可以早一點申請 這個情況 我們一直都在這邊的朋友 就在這邊的朋友跟我們講解 因為 他們現在 這邊的情況其實是比想論中寬鬆的這個政策 尤其是沒有語言限制 讀書公佈了 可以 Access to Education Include Schooling for under 18歲的 Child Dependence 簡單來說就是可以讀書的 可以讀功立學校 即是有免費的教育 其實這個也不錯 因為6年內如果要付教育費就很嚴重了 一直都在問 大家都在問這個問題 當初也猜到 應該是會被子女在那裏讀書的 這個情況也不錯 因為 以往 英國 在教育方面的 支出 都花了很多錢 如果 多了很多人來讀中學 將來讀大學的人是不是多了很多 可能是 填補 那個 大陸學生的流失 我們想想一下 現在中英的關係 已經開始接近破裂的邊緣 未來 肯定有一些大陸學生會離開英國 英國政府這一招 也可以填補大量的大陸學生流失 因為你在這裏住六年之後 例如現在在讀中學 之後就在讀大學 不過如果你是在讀 公立 學校的人 當然他就不可以 完全填補到大陸學生在讀書 因為他們是等於 屍立那些 等於是比足海外學生 Overseas students 的價錢 高很多的 不能夠完全彌補 但當然就可以彌補 學生的人數 可以 補一部分 因為海外的價錢 其實是給了很多錢的 但是 但是英國人 到了這一刻 其實是覺醒了 他們 以往只是向錢看 現在 他們覺得他們不是我們的價值 這個被嚴重挑戰 而且最重要的是 有大哥 因為以往沒有大哥的情況下 英國真的不敢 即使自身的權益受到侵害 他們也不敢出聲 再說一次 這個application 是由一月開始開始的 實際上 如果你現在本身就不在香港 那就不是一個最大的關鍵 簡單來說 如果你現在已經 在英國 不知道為什麼 應該是可以申請的 首先如果你受迫害 你沒有理由先回香港 被人迫一迫 然後再回來 千萬不要這樣做 你要用他的申請 雖然是有很多官方的要求 但是如果你本身已經不在香港 你就不需要特意回到香港 再回來 但是他的要求 你一定是香港居民 你不可以長期住在深圳 不如說回英文 其實人家是英 英國是說英文 這個很少廢話 不要再看那些中文報道了 我們說英文版本 官方說的那個是很清楚的 如果你要是applican 那你就一定要是 ordinary resident in Hong Kong That means 你不可以做大灣區居民 然後跟我說 有BNO 我要移民英國 不要再像譚耀宗那些賤人 還出來跟他說有香港地址就可以了 你如果不是通常居住在香港 我跟他說 我搬回廣州 搬回深圳 住大灣區 我有空就回香港 香港交外收租 我現在想來 不好意思 你應該是回大灣區移民 就不應該來英國的 那裏 生活水平比英國便宜 幫你省錢 幫你省錢 你省一點 這裡就說了 不一定說有任何 犯罪紀錄 就一定 不能過你 不過 如果有 嚴重的犯罪紀錄 那就可能會考慮 還有要考慮的就是你那個犯罪的內容 會不會危害到英國本身 其實這個也是可圈可點的 當然他的字眼就是很闊 大家就會想一個問題 例如我乾犯香港國安法 嚴格來說 跟英國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 如果你看傳統的 定義是 Serious Crime 如果我被告暴動 我也會坐牧連監 那你當然會覺得這些是 Serious Crime 但是現在他似乎是 留空了一個 空白的位置 可能是被這些基本上在香港被政治迫害 被人檢控過的人 例如襲警 例如刑委 又或者縱火 其實那些都是 危害治安的問題 但是 你知道 政府就是用這些方法來告示威者 我不是說他 寫得明 放過 但他現在不是一刀切跟你說你有犯罪 因為他知道很多人要來的人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犯了你香港的政治檢控 所以他不會跟你說 所以他不會跟你說你有犯法 他一定不會那麼僵化 因為香港被告暴動 通常都是好人 還有沒有補充 這個申請 我想這幾點就比較重要 對香港人這一刻 但是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是整個Family過來的 你就不能 過一半 不過一半 是不行的 基本上你是一定要 例如爸爸媽媽拿BNO帶子女過來 子女可能沒有BNO 你就不可以說媽媽過來帶著女兒 然後爸爸在那裏先回公司 那樣是不行的 基本上是不行的 這樣的情況其實有機會有一批人過不了 因為我們也有了解過一批想移民的朋友 很多時候他們 基本上香港的工作是沒有辦法的 還未到退休年齡 還未放得下 所以 他一定要在香港繼續做下去 因為他在英國 坦白說找不到那份薪金 所以 有部分要迫於無理 要留在英國 或者留在香港 所以 所以措施我們都可以有一個後備方案給他們 我們之前一直說過 我們把英國和塞浦路斯合併 一部份真的沒有辦法 在這邊逗留六年的人 可能是 考慮一下我們另一邊 另外就是 不是每個BNO的嘛 如果有的 當然考慮英國啦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也會帶他去其他地方 這次其實他 坦白說是很體貼 因為大部分香港現在很多 急需要過來的人 就是因為犯了刑事罪 被政府政治迫害 如果有案底不能來 或者有被告過的人不能來 基本上就是 厚厚厚啦 不是有心幫 現在很明顯英國政府是有心幫的 所以 他將那個特意留空一點 不要死得那麼死 他也不可能跟你說 允許你所有犯罪的人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一定是有不是 王的人 而是本身是犯罪分子 例如黑社會重要的可能就是 收錢打人的人 你沒有理由容許他來的 是不是 沒錯 所以他也不可能跟你說 沒問題的 你犯任何罪都讓你來 基本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容許 我們先說到這裏 拜拜 拜拜